法国17岁非裔青少年奈尔之死 所触动的暴动一发不可收拾 特别是在事发的南泰尔镇 越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令这座小镇犹如炼狱和战场 至今已经有600多人被逮捕 严重事态已迫使了总统马克龙 紧急召开第二次危机会议 但更叫人醉醉不安的是 2005年法国大骚乱危机的阴影 如幽灵般开始浮现 在法国巴黎南泰尔 前几天才传来警察击毙17岁 非裔青少年奈尔的枪声 到了星期四这一天 最立弹的发射声不绝于耳 一场抗议警方并悼念奈尔的游行 瞬间变成一场大逃亡 数千人陷入狼狈之中 与此同时被人纵火的汽车 狂烧不止滚滚黑烟如民众的怒火般 在街头咆哮 还有警察和游行者扭打成一团 抗议者也在建筑部和后车亭上 吐血为奈尔复仇 在那之后 和平没有随着夜幕一起降临 熊熊烈焰反而更加鲜明 暴徒投向警方的烟炮声 还有警方的警告枪声 在街上四起 越发激烈的警民对峙 在南泰尔这个工人阶级小镇 仿佛看不到尽头 对公务大肆破坏的暴动 来到第三天 付出惨重代价的 绝对不止街上这些人 还有无辜遭殃的民众 我们已经在到的 在这些人的区别 至于7-8万亿的区别 那你问得到 当然 我当时 我当时是因为 是因为是优势的 我当时是不意义的 我不是意义的 我当时是不意义的 是不意义的 尽管法国各地扩大到四万名警力 是一般日子的四倍之多 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暴力和愤怒会平息 截至目前 已经有数百名警察受伤 六百多人被捕 眼看事态告急 法国总统马克龙才过一天 就召开第二场危机会议 然而立法议员认为 如果要恢复和平 政治行动迫在眉睫 争议必须得以伸张 今天不可能会出现 如果没有决定和政策 必须要决定和政策 关于警察和警察 法律必须得以明显 但也有一个系统问题 但尤其是今天 还有一个社会 事态持续延烧 2005年全国大骚乱危机的阴影 卷土重来 开始加剧民众的不安 2005年梦言一词 还约上了各大媒体 当年巴黎郊区有警察 追逐17岁和15岁的非裔青少年 不料两人误闯高压电锁 遭电击致死 结果爆发长达近一个月的骚乱 法国因此进入紧急状态 法国媒体分析 马克龙政府会打出安抚牌 防止暴力镇压 导致危机恶化 与此同时 巴黎周边市镇和其他城市 已经实施孝禁 部分公众运输路线 已经暂停晚间行驶 全国警方也处于高度戒备 优优独播剧场上